为确保本地小贩行业能够传承下去 国家环境局推出了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和小贩培训计划 环境局表示截至上个月底 已经有41人通过这两项计划成为小贩 当局也提供了86个培育新手小贩摊位 记者洪宝林报道 28岁的陈思慧喜欢烘焙 在加入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后 他去年5月开档营业 不到1000元的月租对他帮助很大 过去15个月建立了稳定的顾客群 计划结束后 他将靠自己继续打拼 我就觉得应该是很热 可是我不知道会这么热 就是我跟我姐姐做的时候 我们热到 我们都不想和对方说话 因为太热 然后一直流汗 然后有时候因为地方太小 我们的肩膀会碰到 我们就一直忍一直忍 因为很热的时候会很容易发飙 环境局2018年推出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 让参与者以较低租金营业15个月 51岁的林凤莲去年1月加入小贩培训计划 她说能像有经验的小贩学习让她获益良多 她之后也参与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 今年2月开档营业 我有尝试过在外面 尝试过要tender for store 可是有点拿不到 因为我的tender的金额都蛮低的 所以有过了这个计划 然后也有人家帮助我 所以我觉得成功机会比较大 在2020年推出的小贩培训计划下 除了课堂培训和导师指导 参与者也能够成为资深小贩的学徒 以掌握经营小贩生意的所需技能 从去年12月起 他们也可以选择将学徒期 延长多4个星期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